大馬路水淹成河 幾乎看不見柏油路原本的樣子 仔細看在泥水中央 有兩名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賣力背著一個人 徒步涉水 想辦法走上岸 原來這兩名黑衣人 是警銷人員 得知高雄古山區 永德街的民宅 有兩名長輩受困 火速衝往現場 冒雨涉水救援 其中一名 還是臥床的病患 鏡頭再拉遠一點 市區道路水淹成黃河 轎車淹了半個車身 車主看到也傻眼 卻無能為力 打開半個車門 但也不可能在水還沒退之前 就把愛車開走 整個街道在暴雨之下 幾乎泡在水中 而這裡就是在高手美術館附近 也就是當地的豪宅區 高級住宅 高檔名車 法拉利 藍寶 建林 勞斯萊斯 平常在路邊的停車格 隨處可見 但誰也沒有想到 這回會碰上凱米颱風 好幾輛泡了水 沿街停放的機車 更像是骨牌一樣 倒了一整排 藍衣車主踩著拖鞋 好不容易才把機車扶正 而這狂風暴雨 更是把不少樹木吹到歪了一邊 腰直不回來 樹桿橫躺在路中央 路邊低洼處淹大水 不管車子停在馬路上 還是停在地下停車場 似乎都放不了心 突如其來的大雨 讓在地居民措手不及 TVBS新聞高雄中央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